在去年苹果发布最新款的iPhone X系列之前,苹果公司对多款老iPhone进行了下架处理,一时间,不少准备出了新旗店去抄底老iPhone的消费者傻眼了。 然而,今年苹果公司业绩低迷,其中iPhone X系列和XR销量不如预期,苹果又在官网重新上架了旧旗舰拯救销量,现在正是抄底的好时机。 其中,性价比最高的要素iPhone X了,性能不差,王者荣耀可以满真运行,外观经典。 最重要的是相比于下价钱的售价,大价30%,32GB版本仅售1680元,作为备用机的首选。 单手操作,手感轻盈,对于微小钢炮,现在仍有不少人在使用iPhone X。 大家期待已久的iPhone X412已经确定由iPhone X系列接替,不再更新渲染图中全面屏版本,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遗憾。 iPhone X4也变成了iPhone中方整体深设计的绝笔。 在道瓶当道的今天,iPhone X经典的造型和手感尤为珍贵。 需要注意的是,iPhone X上架的是北美官网而不是国内的苹果官网。 有网友说,一千多块钱不如买个安折千元机,你怎么看? 欢迎评论,说说你的看法,我们将持续报道最新的手机消息,欢迎关注得到一手资讯。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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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